嗨 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 哇 一年比一年誇張啦 一年比一年誇張 你有在大家一起交流 觀看我們的紀錄的影片的朋友 你就大概知道了 這是我的第一顆 那個嫁接裡面的牙接 牙接洛梨吧 對應該是牙接 去年的掛國我已經覺得 九顆啦 但是他在過程裡面的那個 果實濁了很多 那今年植栽又大了一號 整個果樹又大了一號之後 你現在看一下現在的掛國 就是萊花的掛國真是超誇張 當然我們酪梨我們知道 他還會有生理落果 而且會落得相當相當的嚴重 你看我現在搖一搖這些 大概好可怕的量 那這一顆酪梨有一個他的特性 他會開始原來的老的葉子會開始掉 之後再從前端長出新的葉子 就是這一顆酪梨的特性 我有看到說有人說每一種酪梨的品種 他的葉子的掉法好像也會有一些差異 那今年的植栽這麼的誇張 但是今年的植栽這麼誇張的話 是不是就真的是因為我們給他 靜靜的地方種了一顆B型花酪梨 這個還是一個小小的問號 也有可能是因為直在變大 再來氣候 就是整個開花期間的溫度的關係 所以這是一顆A型花的酪梨 他也有一些重疊的時間等等之類的 造成現在的果實出現的樣子 那果實出現的這個樣子 其實也不用說太早 就覺得一定是會最後掛果很多 因為生理落果還有很多階段要經歷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旁邊甲子的 我看走幾步 一二三步 三步的地方這是我們刻意 你刻意將它做配對的B型花酪梨 你現在可以看一下現在是早上的時間 早上的時間現在開的花形 什麼花形 熊花階段 好熊花階段看這裡比較準 因為今天早上下大雨 所以這種天氣的轉變 對判斷花形也是會比較不準確 但是基本上看得出來這個 我現在手指的這個地方這幾重花 它的熊蕊比較是直立式的 所以早晨是在熊花階段 所以這一顆是一個B型花酪梨 應該是正確的 然後大概比較困擾的是 現在才剛開始花開的比較多 可是隔壁那一顆A型花 已經是著果很多的一個階段 再來這一顆B型花酪梨長勢有點慢 所以我們還打算在我們放棄了蜜椒那個位置 再種第二顆的B型花酪梨 花起有點重疊性不佳 就是重疊性不佳 就是隔壁已經大概開完掛果 它才正大開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配對問題 所以我們這種業餘的栽種者 就是只比較注意到A型花B型花 對於花起的掌握 就沒有專家他們來的準確 所以如果你是要經濟栽種的建議 你還是接受專家的輔導 專家的輔導 那也去買那種品質有保障的果樹之栽 那我們這是業餘栽種 純粹只是喜歡 胡搞亂搞 其實不是啦 就是喜歡操作實驗 做紀錄 然後紀錄的過程裡面又有一些殘果 可以食用的話 就是一個小小的樂趣 那我們再看一下好了 真的不誇張耶 你看 目前的果實 目前的果實 這一種如果一顆就非常有趣 就一顆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只要一顆它才會大 才會漂亮 因為它的梗就這樣子 一顆就可以了 甚至這整個 整個這一個枝條來 一顆 底下這一個 我覺得也 也不太那一個 但是呢 還是讓它自己釣完了之後 再來看看 那今天我大概有 昨天開始有去探訪聯絡 去附近周圍掛一些 那些果銀的那個又補器 果實銀的又補器 我最主要目的是說 引導那些果銀 就是不要大規模的在這邊叮咬果實 但是又果被果銀叮咬下蛋之後 它其實只會產生一個疤 到它成熟的時候 只要酪梨還繼續發展 它還是可以到最後可以食用 只是那個皮上面會有個疤 但是如果是在 酪梨的果實的後段已經要成熟 你才讓果銀叮咬的話 那那個果銀就會在裡面 那個叮咬生蛋的話 就會在裡面孵化 那個果實的三品的價值 就幾乎沒有 所以早期的叮咬下蛋 就是只要是自己食用的話 那還可以繼續那個培育 但是果實成熟後期 就一定要避免被果實銀叮咬下蛋 看一下你看每一個 那葉子要掉 因為第一個酪梨很營養 我們很喜歡吃 所以就自己種來玩玩 種來玩玩 好多 所以 繞了一圈這一種 今年第四年是不是 第四年還第幾年 反正就是 越來越大 只要植栽 還活著 那植栽 越來越大 那不要擔心的是 周圍的生長的空間 越來 感覺越來越不夠 周圍都直接有一點互相要接觸到 這些 下酪梨花 底下地上 地上都是啊 也掉了很多果實啊 這些都是 然後這個本來它就會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 不用太悲觀了 接下來就是 研究一下 或者 好朋友有沒有方法 就是怎麼做保果的一個 一個動作 看保果 分兩類 看有沒有用藥的方式 或者不用藥的方式 都歡迎給我們指導 讓我們參考一下 對啊 然後藥果其實還有一種 有一種 春象耶 不是荔枝春象 有一種 叫什麼什麼 那個名稱 我沒有背下來 也會危害到藥果 啊這個 這種春象在我們這裡發現的 那個次數比較少 但是那個也是一個危害 要小心 要小心 那像這樣 一重酪梨花 開完花之後 目前看到的小果實 純粹欣賞也不錯啊 好啦 那紀錄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